站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可以享福 來 黃老師 好 哪方面可以享福 我們直接就享用幸福 從這四個字裡面 選一字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和觀眾朋友 請你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可以享福 我們從想開始來揭曉答案 想是篤霖跟劉營養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也是這個想的話 答案是升官高舊 存款日增 又有錢 工作又好 所以工作方面可以享福 90分 好 其實是用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情場三角 被甩神山 抱歉 抱歉 不太好 暫時沒有就30分 什麼 笑外傑 下個月不要談戀愛 不要用了 暫時先不用了 我們跳過去看一下福 福是國林 還有靜純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也是選這個福的話 答案是 愛神庇佑 富貴桃花 這感情方式非常好 感情方便可以享福 80分 哎唷 你是救了 沒聽到你都選這種 對啊 最後姓 姓是我們兩位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也是選這個姓的話 答案是 理財達人 報仇封喚 注意看這個姓 是報的開始 是答的結果 當然是錢財方面 100分 再次給大家 恭喜